对了 儿媳妇 昨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逛街 买衣服总共花了三千块钱 我没算错的话 你的东西总共花了一千七百 比我的多两百 对吧 之前我们可是说好了个副个的 亲兄弟都还要明算账呢 你直接给我一千五百就行了 那两百就当是我作为婆婆请客了 啊 婆婆 我没记错的话 昨天我们出门刷的卡好像是我老公的工资卡吧 是啊 有问题吗 我儿子的就是我的呀 他给我花钱自然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你现在需要把你花出去的那一部分钱转给我 咱们之前约定好的规矩就应该严格执行 可不能说话不作数啊 好吧 婆婆 等会我把钱给你就是了 我还是花多少给你多少吧 一千七百就一千七百 以免日后你说我占你便宜 说实话 你是我所见过的人里面 最会算计的一个 刷到这条视频 证明你要转运了 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困难中 评论区打出转运两个字 定能扭转乾坤 天天好运来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之后 儿媳妇啊 今天你在家吗 我有点想我孙子了 等会你抽空收拾一间房间出来 我打算搬过去你们那边住一段时间 可以啊 婆婆 不过有的事情我们必须得提前说清楚 你来我这里是可以的 但我这里可不提供免费的食宿啊 住一天要三百五十元 并且不包含饭菜 饭菜这些都得要单独计算 你自己看看打算来住几天呢 对了 必须得先把钱给交了才能来住 你家又不是什么高级旅馆 价格还这么贵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还不如直接去旅馆住 况且我是去住我儿子家 我为什么要付钱呢 这不是你在我们结婚之后定下的规矩吗 你说了 我们婚后的开支必须得各付个的 这房子是我结婚之前我父母给我买的 属于我婚前的个人财产 与你儿子无关 既然与你儿子无关 跟你就更加没有任何关系了 所以现在你要是想过来住 就必须得出钱 这也是你自己说的 制定的规矩就得要严格执行 你说什么 我说的各付个的 只是单单针对生活开支 可没有包括房子和车子这些呀 况且我住在我儿子家还得要花钱 这要是说出去肯定会被人笑掉大牙的 我才丢不起这个人 更何况我们可是一家人 你怎么好意思张口问我要钱呢 既然是你自己说的婚后必须得各付个的 那么不管什么都必须得要分得清清楚楚 上次我们逛街花出去的钱 我不是也爽快地给你了吗 这个房子是我的 我同意让我老公住 不收他的钱 可你就不一样了 你想住进来 没经过我的同意 你当然必须得要给我钱了 这可是你自己当初定下的规矩 你理应严格执行 不能带头搞破坏吧 要是你不同意的话 那么这个规矩从此就不再生效了 你胆肥了 竟然敢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这个婆婆说话 平时你都是这样对待长辈的吗 好吧 既然我说不动你 那么我让我儿子来跟你说 咱俩走着瞧 于是婆婆挂断儿媳的电话后 又立马给儿子打去了电话 把刚刚儿媳说的话 先有加醋的叙述了一句 儿子听后立即给媳妇打去了电话 老婆 你怎么回事 我妈想她孙子了 想到我们这住几天 你居然还问她要住宿费 伙食费 你做的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你冲我大声嚷嚷做什么 这可是你妈她当初制定的规矩 现在你居然还反过来怪气我来了 我不奢望你能偏向我 但至少你也要讲点道理吧 老婆 我怎么觉得你对我妈意见这么大 你俩之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至于让你这么的不代价我妈 这种事还需要问我吗 在我俩结婚的第二天 你妈就明确的对我提出了我们要个个复个的 她这么做又是什么意思 一家人至于要分那么清楚吗 既然这样 为什么当初不干脆直接叫你不要结婚 我们大家自己过自己的不是很好吗 到现在你妈还在时时刻刻的防着我 她不就是怕我用你们家的钱占你们家的便宜吗 也许在这件事情上是我妈做的不对 但再怎么样 你也不应该收她的钱吧 这说出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吗 我看还是这样吧 你马上前跟我妈去道个歉 然后再把她接过来住上几天 好吃好喝招呼着点 那这个事也就翻篇了 我们可是一家人 千万可别伤了和气啊 让我道歉 你想都别想 你竟然还想让我亲自去接她过来 如果你也认为是我不讲道理的话 那我看我们也没必要再继续一起生活过下去了 你还是去找你妈一起过吧 行了 既然你容不下我妈 也觉得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 那我们就干脆去离婚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问题 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 你可不要后悔啊 你现在马上回来收拾你的行李 从我家里滚出去 明天早去九点咱们民政局见 故事看到这里 那么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觉得故事里的这位女主的做法对不对呢 你们是否支持她的做法呢